郭文貴議員 您好 今天這一份報告 可以看得出來 國安局準備得非常用心 也很多心血在裡面 但是國家安全的範圍 太多了也太廣泛了 我如果把您的今天的報告 局長 我簡單歸納一下 幾句話 您看對不對 兩岸情勢和緩 外交跟軍事 仍然 緩衝有緊張的局面 沒有任何的放鬆 兩岸未來 先進後進 但是政治立場 不會放鬆 一中還是關鍵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請教您 這是您的專家 您的專長 中共十一屆 他人大三次會議閉幕以後 接下來 外界的判斷 政治熱潮應該是在2012年的十八大 這個十八大 以您的判斷 在您的報告裡面 大概國安局也列了一些 這一些 有一些跟外界的報導是差不多的 在這裡面 預估九名的政治局常委當中 在十八大的時候 國安局有沒有先做預判 是部分交班還是全面換屆 部分交班 哪幾位目前是很重要的 這對我們兩岸的發展 我們也是相當關注 因為中共的這個政治局的委員 他是有個年齡的 發展 所以大概六十五歲以上的人 大概到十八大都要退休 那十八大現在在九名政治局常委當中 大概只有剩下兩個 習近平跟李克強 對大概只他們兩個 那其他可能都必須要犯件 那另外現在在 從這個中共這幾年的這種 更地的這個這個例子來說 基本上就是說他的培養接班人 他已經慢慢有一套制度了 有一套制度 所以現在在審級 在審級這個執政的這一批人 可能未來都會成為 您這裡面這幾位 哪幾位最可能成為下一屆的政治局常委 像汪洋啊 柏伊波啊 汪洋、柏伊波 那個劉延東啊 王岐山啊 這個張高麗啊 李延壽啊 這些人都有可能 那李源潮呢 有可能 也有可能 這些都是可能 也是國安局關注的焦點 是 那我再請教您 現在兩 我們現在兩會 也正在進行談判 那麼大陸拋出了所謂的 浪力說 您記得提到浪力說 這個浪力說指的是 經濟方面的浪力說 目前的研判 浪力 浪的什麼力 這個力 對偶方 有什麼厲害關係 我想為你也理解得到 兩岸現在在經濟上面 是一個大幅度的伸橫狀態 那中共的評估是認為 雖然這幾年 中共加大對台灣的採購 甚至於這個有大型的採購團來 但是他仍然認為這個浪力並沒有落實到實際的基層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個我在想 尤其是他認為 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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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台灣這個政治的這個板塊 他認為 這個 他的政策啊 沒有辦法在台灣 減浪 或是免除 可能會做出更多的一些浪步 這 所以本席認為 可能在這方面會做出更多的浪力啊 但這個浪力整個來看的話 在這裡面也提到 我很贊同一點喔 兩岸目前來看的話 原來說 政經 並存 但是現在來看的話 是先經後政 但是政的立場來說的話 如果說這一中的立場沒有 繼續堅持下去 我們在兩岸外交上面來看的話 您覺得活路外交 我們未來要面對什麼的挑戰 這個 事實上我們整個的活力外交 就是擺脫了過去這種對抗的 就是你是我活的這種對抗的模式啦 那到目前為止 經過一年多的這個運作 彼此之間已經慢慢培養 這一種外交上的默契 就是說 彼此之間敏感的問題 大概彼此都避免去 進政風相對 那 而且慢慢摸手一套 比如講在一些國際組織 就是一個相處的模式 那我在想這些模式 對雙方之間的這個複信的基礎 是慢慢有一種加這個這個這個 強化的一個作用 但是要完全 還是建議 我覺得這個 在報告裡面所提到的 建立我們外交的預警 形式是很重要的 這點可能請國安局跟外交部 甚至於僑委會都互相的合作 因為不能說也難保不會發生外交上可能突現的突變狀況 這點國安局應該要從面全面的掌握 我相信局長你也做好準備了 對 另外軍事復興機制 最近 這兩天 大陸的羅元 羅將軍 提到了 兩岸共防 南海的共同防衛 局長 有什麼看法 喂啊 這個軍事復興跟情報這一個塊 可能是這個最難而且最敏感的這一步 那以現在的這個這個兩岸的歧視 可能還不到這樣子 實際還沒有成熟 另外就是說 像羅元這些言論 我想你也經常看到他的文章 他是一個屬於比較鷹派的 那他現在這個意見可能也是他自己個人 個人的一些個人的看法 甚至於我們並沒有 還沒有 就是說 還沒有變成中共的一個一個機制 所以 這個 這個等於只是他個人的一些想法而已 這個問題 兩岸 現在應該是多方面的交流 建立基本的互信 尤其是在政治上的定位 還沒有立定清楚之前 在南海的問題上面 例如說太平島的防禦攻擊的問題 共同防禦南海 軍事復興機的 本系也覺得目前時機不宜 沒有到成熟的時機 這個可以交給民間的次库 大家交換一件 倒是可以 兩岸正式面對這個問題 目前還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那再來看的話 兩岸目前最嚴重的 本系讓我認為不是飛彈部署的問題 今天本系看到報紙上面 媒體的報導 這個威脅北台灣增加飛彈的部署的問題 部署似乎一個問題 全世界不部署飛彈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中華民國也要部署飛彈 我們要我們的防禦飛彈 但是 本系認為最重要的是 他的軍事 他的目的 到底在哪裡 在您報告裡面所提到的 去年 這麼多次的演訓 對台高達74% 這個 就有一個爭後 凸顯出來了 局長 這一點 目前國安局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案 跟判斷 其實我們現在 還是跟過去一樣 就是說 儘管兩岸的關係仿佛 但是中共 剛才給您報告 中共對台灣的武嚇 他仍然把武嚇 當作一個 止毒跟易毒的工具 所以 這個威脅始終是存在的 那我們現在 事實上在情報的 周圍上面來講 我們現在只有加強 對於這種狀況的掌握 跟 這些狀況的掌握 而且 我想今天來了這麼多 我們各單位的首長 都在這裡 這個 尤其是 對大陸這塊 兩岸這塊的情資 有沒有整合 是不是 目前大家是不是 全部的情資都有整合嗎 有 包括調查局 金群局 還有各單位 現在我們這個整合的機制做得很好 尤其是 不僅是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情資系統的整合 事實上 我們現在 這個透過國安會這個平台 我們也跟那個外交部啊 這個這個 僑委會啊 這些平台 我們的資訊都 產生一種 橫向的分享 那你也知道 國安局每年 還有一個情報 這個 協調匯報 協調匯報就把所有跟 政府有關的單位 我們都請來 也就是說 國安局現在 我們希望能夠加大 擴大 這種 對政府政策的了解 來 收集這個資料 因為 我們要 要有什麼 就是說我們收集資料 不能再像過去一樣 有什麼做 現在 現在收集方面 在 科技情質方面 目前是不是重點 我想 就國安局來講 他的比重 比重 應該還是跟過去 沒什麼 重大改變 在比例方面 沒有太多 因為 科技情質單位 目前 所收到的情質 都有報到國安局吧 有 因為現在都是電腦化的 全部電腦化 對 全部電腦化 好 那麼最後 本席最後是提到就是 剛剛帥將軍 帥委員也提到了 就是我們特勤中心 本席還是要提的 特勤人員 應該要法治化 一定要具有 司法警察身份 要司法警察權 所以特勤條例的立法 是刻不容反 如果負責總統安全的人員 沒有一個明確的身份 跟權責 使用他的警察權的話 未來在法治上 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麼最後本席還是建議 要整合 是機制的整合 司權的統一 不是在設立一個新的單位 因此 佐東府的特勤 司衛士 最好能夠跟特勤中心 整合在一塊 局長你同意嗎 同意 那你要趕快去推動了 是 好 謝謝 謝謝委員